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,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咸雪发起,赵丽颖,龚俊被爆领衔。 近年来,古装复仇剧一直备受观众热烈追捧,这类作品以其复杂多变的角色人设。 扣人心弦的情节和深刻的内涵吸引了广大观众的关注。 从《安乐传》到《九亿人》。 这些作品都深刻地触动了观众的心弦,成为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 然而,今年即将到来的咸雪或将给古装复仇剧带来新的可能性,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。 近日咸雪的官方宣布赵丽颖将出演女主角,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期待。 赵丽颖一直以来在古装剧中的出色表现备受认可,但她在大女主复仇剧领域却尚未有过代表作。 这一次,她将挑战一位清朝女子的角色,我们有理由相信,她会为观众带来一次独特而愉悦的角色体验。 赵丽颖不仅拥有出色的演技,而且她的气质与角色的要求完美契合。 她的沉稳,大致若鱼,心思细腻的特质将使她能够深刻地诠释女主角的坚定、倔强、通透和勇敢。 此外,赵丽颖与观众的情感联系紧密,她的加盟必然会为贤血注入新的活力,使这部作品备受瞩目。 在男主人选方面,目前剧组正在接触龚俊。龚俊虽然入行较晚,但她的演技细腻生动。 已经在多部作品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,如《爵士千金山河令》和《安乐传》等。 她的加盟将为贤血注入新的元素,与赵丽颖的合作必将擦出火花。 龚俊的演技不仅受到观众的高度认可,而且她在不同作品中的出色表现使她有机会与众多一线女星合作。 这一次,她将首次与赵丽颖搭档,这对于观众来说将是一次期待已久的组合。 她对于角色的投入和对剧情的理解将使贤血更加引人入胜, 为剧中的情感纠葛增添更多看点。 除了赵丽颖和龚俊,剧组还邀请了宝藏演员谭剑刺和赵晴加盟。 谭剑刺近年来凭借一系列热门剧集获得了观众的热烈追捧, 她的出色表现让人们对她的表演才华刮目相看。 谭剑刺的加盟将为贤血带来更多的惊喜,尤其是她将出演男二角色, 这将为故事情节注入新的活力。 赵晴作为新晋演员,也受到了于政力捧,她的古装扮相灵动可爱, 将在贤血中为观众呈现不一样的角色魅力。 她的加盟将为剧中的角色关系和情感线增添更多的层次, 为观众呈现更加丰富的故事情节。 目前贤血已经启动,即将在今年年底迎来开机仪式。 这部剧的阵容令人期待。 赵丽颖、龚俊、谭剑刺和赵晴的加盟将为观众带来一部 充满悬念和情感张力的古装复仇剧。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, 期待这部作品能够为古装复仇剧带来新的可能性。 让观众沉浸其中,感受其中的精彩与感动。